在貨櫃碼頭工潮當中 有兩班人被罷工工人說要出尋人啟示 其中一班是我們早前講過的工聯會 另一班是政府高層 在2007年紮鐵工人工潮交著時 當時的勞工處長謝寧潔貞親自出馬游說 勞資雙方回到談判卓 這次事件究竟現在的勞工處長卓永興 又為何不介入呢 運輸業其實是運輸及房屋局的政策範圍 不過局長張炳良就由復活節開始 一直放假放到下星期一才會上班 至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忠 去到工潮爆發的第七天終於現身 還說到自己成功約見了和黃港口集團的高層 聲言有信心在日內可以拉攏各方去談判 其實星期二這個復活節假期結束的時候 我們傳媒都去到政府總部等一眾的官員 不過等足成日就沒有高官肯現身 據了解其實當日政府都開了一個早討會 都用了頗長的時間去談談 究竟政府在這件事件上應不應該表態 政府內部的評估就是 傾家人工這件事始終都是勞資雙方的事 政府最多只可以擔當一個滑船的角色 事實上勞工處在第一天已經派了人去滑船 不過既然未有成果 高層都覺得不如先封嘴才是比較好的 或者都可以解釋到張建忠為何在這次的工潮裏 沒有好像在上屆政府的時候那麼積極向傳媒說話 事實上幾名勞工處主任在工潮的第二天 已經是落到碼頭那裡嘗試滑船 不過當時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就不肯加入 而這個外判商也不准職工萬契加入 所以令到談判是無功而患 所以除非其中一方願意讓步 否則這個談判都是難以重開的 為何未有在勝利? 請問時代才為了 約三間詞工人